好啦 各位 那我們準備要來挑戰我們的困難盾凱爾了 我們等級最高的漆黑王 來看265 跟他同等級 應該是難過啦 但是不知道情況怎麼樣 來 測試看吧 Let's go 該吃的都吃了吧 公會技能 OK 那我們出發囉 開個戰鬥分析 先開一下這個好了 那個元素適應 那我們綁起來 天鋪開 武功開 開炸 170幾 180幾 還行 一波爆發打了幾%血 等一下看一下 打了不到10% 170幾 還行 回 哎喲 這個弓箭手 可以 趴一下 怪弓 喔 沒關係 沒關係 那個我比較少吃啦 我平常都只有吃 猩猩藥水跟 公會技能這樣而已 還有MVP有的話也會吃一下 我吃的BUFF都不多 哎 哎喲 這樣被推到 太遠了 哎 應該說他推這麽遠了 弓箭手 看來再把他往中間拉一點 哦 OK 炸一波 元素適應 還有4次的時間 還有4次的次數 天鋪來一個 哎 瞬移 哎呀 舒服 弓箭手 瞬移 哎喲 這個 Timing 抓的挺好的 火毒是玻璃大砲嗎 還行啊 還是有個虛無形態的對不對 雖然這個是法師共通的 跟火毒沒啥關係 好 阿 攻劍手 感覺火毒好像算好打盾凱爾的耶 這樣看起來 武功再開 好 我們接防 徒球 火球 炸 火神 好 元素適應的效果沒有了 再來會被CC了 要小心暈眩球了 還有我們的 劍士黑王 弓箭手 哎哭啊 中 中彈了 趴一下 哎呦 哇 暈好久 把他拉出來一點好了 這個位置 挺尷尬的 魔物再開 天鋪開 敵球 火球 盡量把他往中間帶 會員是小妹要送 所以看他什麼時候出現 昨天 昨天是跟他說好今天送啦 只是沒有說幾點 台夫有天上 確實啦 確實 有了天上這個生存力真的是好超多 安安 因為之後三法又被下秀了 之後三法是 其他兩個我不曉得 但火毒好像是變強 所以韓服改版完他們傷害反而變高 會爆發什麼事情 沒關係 還不改了 再看吧 對我現在這個加持來說 我一定是 我的火毒一定是變強 如果我魔物可以順利的跳的話 武功開 接防 天破 好 魔物沒了 哭啊 火牙這一波 這開了兩百七最大增傷嗎 是 這是困難 開大招 應該不會中吧 OK 之前 忘記是什麼時候了 貼牆有時候也會算 被大招打到 這要不要出來一下啊 蛤 哎呦 怎麼那一項 還是不出來 死不用 狠 狠砍那一招 還放大招 哎呦 警察洗法 小兵做啥呢 打你的呀 我只能這麼說 這是拿 這是來打你的呀 一開始還會自帶無敵 哎呦 被暈倒了 哎呦 被暈倒了 哦 首次破盾 我們來看一下破盾的火毒 破盾的火毒如何生存 好啦 也不用看了啦 盾樣好了 OK 結束 又平安度過了一次危機 元素適應開 天破開 哎呦 這一拳一起來 瞬移 五公開 瞬移 綁起來 頓開 盾卡爾隊 255 倒立慢就可以打了 只是不建議哦 除非你裝備 超級好 不然 這個10等的減傷 會讓你 痛哭流T 255就打得過了 肯定是大佬 防滑還沒衝 這有中凱會減傷嗎 所有的王都會啊 所有的王 有等差都會有減傷 所有的 就連紅寶王也是啊 也不認說王啊 所有的怪都會啊 所有的怪物都會 路上的嫩寶也會啊 如果你的等級是負的 也會減傷啊 如果你有辦法 等級是負的的話 等級跟他一樣不會啊 要負的啊 我不是說負的嗎 有聽出我說負的是什麼意思嗎 一樣我會說一樣 我不會說負 一樣我會說一樣 我不會說要負的 我會說要負的 困死帶極等打 忘記了 不高吧 210左右吧 最大增傷的話 OK 收工 9分 多鐘 10分鐘左右 還不錯啦 一條都沒死耶 我就火毒 法師打盾卡爾 真的好簡單 毫無壓力耶 超級輕鬆的 阿德爾盾卡爾打幾分鐘 5分鐘吧 如果跟火毒一樣 沒掉魂 5分鐘 哇有到296億耶 哇那如果270的話 可以300多億了 制裁者 好啦 收工 輕鬆